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历史上没有什么人能战胜 但是在世界两大阵营 五十多年意识形态的对抗里 他们却输在了 他们还没有完全读懂的文化里 而美国尊重客观规律的文化 赢得了靠飞机大炮 根本赢得不了的胜利 以至于连联合国 都成了一个失宠的王妃 在中国 有人动不动就拿民主指责 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中国的政治文化 也是传统文化的牺牲品 把沉寂了几千年的文化属性问题 都记在一个只有几十年的政党的账上 这不公平 东欧几变 柏林墙倒塌 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 摸着石头过头 我们这些人是根本没弄清楚怎么回事 稀里糊涂的就闯入战争 得先活下来 等定下了神 你看 时代变了 真的是穷则死变 可咱们中国毕竟是政治文化杂牌 传统文化长期 我真不知道老祖宗的那点东西 还能让这条船撑多远 所以说要转变观念 要转变的是什么观念 如果我们的文化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 那就不用转变观念了 我们中国人自己做装 让别人跟我们接轨好 我们每天都躲在屋子里唱我的中国心 多细子算 现在有人动不动就拿民主开放 以为一民主 中国就什么都万事大吉了 真要是这么简单 我也不认为一个政党就能阻止社会发展的趋势 中校文化几千年了 不是谁栽一棵民主的树就就开花结果了 痛快 痛快 不得不说 天道这部电视剧可以算是电视剧中的天花板 剧中王志文所论述的核心观点 就是关于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两种文化 王志文说 强势文化就是遵循事物发展规律的文化 事物的规律就是天道 而弱势文化就是依赖强者的道德期望破格获取 也就是期望救世主的文化 丁元英理解的弱势文化 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子上 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靠上帝 靠菩萨 靠皇恩 总之靠什么都行 就是别靠自己 这是一个沉寂了几千年的文化属性问题 非几次新文化运动就能开 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所以天道这部电视剧的原著就叫遥远的救世主 天道是一部很有深度的电视剧 不读原著 不足以了解其深刻 强烈推荐您阅读天道的原著 遥远的救世主 使你无论贫富强弱 都能洞悉事物本质 修得一颗丁元阴仰望 却又无法企及的平常心